我看了預賽的影片就知道委內瑞拉他們的打擊是不錯的 但是自己接到這一場他先發的時候 其實自己也是抱著不想要輸的心態去面對他們 那今天就是那個球被掌握到了 那自己就是在接下來的比賽中要再繼續努力加油 但是每一場比賽就是進全力去投每顆球為球隊做了貢獻 我的部分就是能夠進到副賽的球隊 不管是在攻擊端或者是投手手臂一定都是在一定的水準之上 那所以大家比的就是當天臨場的掌握自己的狀況 誰的掌握度高誰的勝算度比較大 那我們選手全部能做的就是把每天都補裝好自己 並對每一次的投球每一次的打擊 剩下來就是結果的呈現 那我們能做的就是全力服 好的 QA WE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